上个世纪90年代 风靡华人乐坛的香港四大天王之一 张学友 相信电视机前的大家都不会陌生吧 那有歌神之称的张学友啊 阔别大马舞台6年之后 即将在明年的1月份 在吉隆坡五级加里尔体育馆 一连两天举办两场个人巡回演唱会 那虽然不再处于当年的辉煌声势 但是没想到张学友演唱会的预购首卖费 竟然在本地掀起了一股抢票潮 有疯狂的粉丝甚至在卖票的商场 打地铺过夜 真的很夸张 咦 怎么只能和贵合广场外的空地上 近视人潮 大家齐齐打地铺 有的还戴上了自家的电风扇 大包小包的这么热闹 原来都是为了它 看来歌神张学友的人情 一点也不输韩国欧巴娜 生怕错失歌神的演出 全马各地的粉丝蜂拥而来 有的昨天晚上已经漏夜抵达门票 首卖会的现场留宿一销 直到今天中午 广场内外都还是大排长龙 那到底张学友有什么魅力呢 我们来听听粉丝们怎么说 哈喽 我们来自福隆 我来自米城 我们是来自达湾的 我们就是从下午三点就过来这边等了 上次准备是进去要抢票了 我等了他等了二十年 偶像歌神明年登陆大马 看来粉丝们都在卯足权力抢票 就是为了目睹歌神张学友的风采 相信对于许多歌神粉丝们来说 这绝对是集结了视觉与听觉享受的 一场圣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